我回来了 什么海棠 应该叫少奶奶 楚楚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还是以前的过海棠 咱们大家还是好姐妹 对啊 少奶奶 什么少奶奶 明明嫁给的 就是一个刀疤脸 说什么呢 人家可是堂堂朗家大少爷 不能说你说话吗 我说的是事实 不过挺羡慕你啊 腰身一变 就是万人之上了 我看你们就是羡慕海棠 月轩少爷在那边呢 他还没成绩 律师少爷 不过你们配的少吗 律师少爷 做什么呢 都赶紧回去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少师傅 您别这么教我 这里没有什么少奶奶 只有女工顾海棠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这段时间你不在 大家学习了 新的胭脂制作工艺 所以 你先不用着急赶工 有空的时候 多向樊枕请教 争取早日跟上大家 知道了 海棠 莫化 你怎么来了 等 给你尝尝我新做的点心 你们聊 你一个千金大小姐 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了 我这不是无聊吗 每天又见不到你 月轩 涛总是对我爱搭不理的 那我还不得给自己 找点事做 走吧 咱们去那边说吧 好吃吗 口感香甜 入口即化 真的很好吃 没想到你手艺这么好 对了 海棠 自从你回到朗家之后 咱们俩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现在 你又来到工坊上班 你不会 真的想踏踏实实地 当朗家大少奶奶吧 没有 我正在想办法 看怎么离开朗家 那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具体什么办法 我还没有想好 海棠 不管你做什么 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莫化 谢谢你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 日子过得这么无忧无虑的 别提了 我忧虑着呢 我特别想见月轩 但是她又不理我 她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过得逍遥自在的 海棠 你就别生她的气了 她为了跟你道歉 那么危险的事她都做了 难道 你就没有一点点的感动 没有 她的心思 我永远都猜不透 其实我也猜不透她 但我就是喜欢她 那有什么办法呀 我原来以为 她是因为喜欢你 想要娶你 所以才拒绝了我 可是现在一切误会都解除了 她怎么还是对我无动于衷呢 现在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有问题 我那天看了个洋电影 里面的球海场面 特别地浪漫 特别让人感动 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我想拨置一个 特别浪漫温馨的场面 然后向她表白 你说月轩她 会不会被我感动啊 可是莫华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我怕会适得其反 到时候 我担心你会受到伤害 伤害就伤害 我才不怕呢 我从第一眼见到月轩起 我就喜欢上她了 我已经习惯注视着她 我想跟她一直在一起 再说了 月轩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她不会伤害我的 就算伤害了我 我也愿意 有情有义 对呀 她跟月明小时候的事情 我都知道 她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在偿还 曾经对哥哥的亏欠 虽然说她现在伤害了你 但我也能看出来 她在极力地挽回 海棠 你就别再生她的气了 看在她都受了伤的份上 好不好 来 这些都给你吃 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我要回去好好地策划一下 我先走了 对了 表白的事 你一定要先替我保命啊 还有 你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 横刀夺碍了 我走了 海棠姐 第一天上班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啊 那怎么看你闷闷不乐的 你觉得老月轩这个人 算不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 那要看你理解的情谊是什么了 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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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一个人好 信守承诺 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 有吧 不是很多女孩子都想把自己托付给她吗 她这个人啊 虽然表面看上去 巧言吝啬 花言巧语的 但其实内心是个挺细腻的人啊 而且对员工也好 是个好老板呢 海棠姐 我以前 总看你跟月轩少爷吵嘴 还以为你们俩会在一起呢 没想到 你最后去嫁给了大少爷 这大少爷平常也不怎么出门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或许这就是老天爷 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吧 啊 凡真 这件事我有机会再解释给你听 好吧 海棠姐 你现在也挺好的 祝福你 我等会儿还有事 下午就不回工房了 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帮我顶一下 你放心吧 有我呢 这点心分给大家尝尝吧 好 来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了啊 上好的珍珠背 珍珠 姑娘 看看是要珍珠还是要珊瑚 看看我们的珍珠 好 我们的背可都是最高级的 随便看看 小姐 您可真是太有眼光了 这可是最好的珍珠背 从南洋飘洋过 才刚到我手里 这可是正宗的博来品 您看看这色泽 这光度 晶莹艳丽 珠光闪闪的 非常有收藏价值啊 请这个多少钱啊 您要是要 三十文钱 您甜一点卖给我好不好 二十五文吧 这可不行 我们这都是最好的物品 来这儿 我帮这位小姐们 好嘞 这位少爷真是阔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知道你下午要矿工 特地来抓你的 我请过假了 这背壳的钱 下个月发了工资 我会还给你的 你买背壳干什么 我要给月明做个面具 用背壳做面具 本草纲目上提过 背壳有振心 安神的功效 月明那个面具黑黑的 让人觉得很压抑 他自己戴上肯定心情也不好 所以我想用这个 给他做个面具 既美观 又有药用价值 你真喜闲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 我听我娘说 你要给我哥制脸 想到好办法了吗 因为之前我们也给我哥制过脸 但都无济于事 每次都给了我哥希望 每一次 又都让我哥失望 所以后来 我哥就不愿意再接受治疗了 这一次我翻遍了资料 费尽了心思 就是不想再出什么差池 就是不想再出什么差池 海棠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冤恨我 把你嫁给我哥了 所以现在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全力帮你 我只希望你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说我想要月明 给我写一封修书 让我离开朗家 你也愿意帮我吗 你说的是真的 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随意承诺 如果你实在要帮我的话 帮我找一些活血化瘀 滋养肌肤的药材吧 这个我肯定能帮你做的 明天我就让人送到工房去 我还有事 先回家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夏合 咱娘呢 娘这两天在路口老渣那里 帮忙做衣服呢 咱娘记性不好 你要看好她 姐 咱娘人缘好 走哪都有人跟着 走不丢 放心吧 夏合 姐最近特别的忙 你要对咱娘多上点心 姐 你这话说的 好像不是我娘似的 你刚才在找什么呀 我在翻一些资料 想找一个药引子 朗家太太答应我 如果我治好月明脸上的伤疤 就能还我自由了 算他们还有点良心 不过现在 总算是有盼头了 可是要想治好她脸上的伤疤 哪有那么容易啊 而且这一次是我唯一 也是最后的机会了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姐 我相信你 你没问题 我好像记起来 我们家 是不是有一个 八百伞的配方 对 这个八百伞 当年在宫里特别盛行 因为它既可以美白 又可以驱斑 当时爹爹在他的基础上 做了一款遮瑕膏出来 也叫芙蓉膏 可惜这个配方 只能遮瑕护肤 不能治愈伤疤 而且配方呢 只有我们爹一个人知道 那咱们就 改良一下配方呗 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也想过 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想啊 想用这个八百伞驱疤的话 肯定需要更多的配方 对了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说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植物 叫做 冰晶麒麟 书上写啊 如果把它用在肌肤上的话 可以去掉任何的疤痕 恢复如初 这么神奇啊 我怎么以前没听说过 有这么一种植物啊 我也只是偶然在书上看到的 至于它到底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我只能用八百伞 给月明做一个最基础的肌肤护理 最关键的 是我要找出这位药引子 姐 我再一次相信你 你肯定没问题的 好了 你看一下 很好看 我很喜欢 海棠 这个 是用什么做的呀 这个是我用一个贝壳打磨出来的 它清新透气对皮肤也好 你以后就不用总带着这个黑色的面具 躲在黑暗里面了 谢谢你啊 海棠 其实 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能够让我天天看到你 我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真的 你放心 这个面具呢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它 对了 你现在要做的 还是要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 因为人家生气的时候 毒素会扩张到你的血液里面 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 没事的时候 你就去院子里面走一走 晒晒太阳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我呢就负责 赶紧把这个配方做出来 治好你的脸 好 反正我一切都听你的 嗯 你身上是福荣百合的香味吗 这是我自己做的香囊 你要是喜欢 我下次送你一个 月轩 嫂子 你在忙吗 没事 不忙 我去看看资料 你找我有事吗 坐下说 前几日你跟我说喜欢这个香囊的味道 好 我特地多做了几个 拿来给你看看 嫂子 都是一家人 干吗那么客气 这每一个里边 我都放了不同的香粉 这样一来可以搭配服饰 二来 每天的香味也会不同 可这得多费功夫啊 其实也不麻烦 就是往里放香粉 总有些不方便 嫂子说得对啊 这里边放香粉确实不太方便 第一 香粉容易洒落 第二 香味不会持续太久 估计到了晚上 也就没什么味道了 如果我们换一种东西 放在里面呢 嫂子 如果我们把香料 制作成香猪呢 香猪 对 香猪 香猪是固体 而且香味持久 放在荷包里 再舍不过了 嫂子 你别说 你真的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灵感 然后我们再把香猪 制作成不同的香味 把这个荷包呢 设计成不同的款式 让它企美观 用便于携带 这样 我们就有了 属于自己特色的香囊 再也不需要洋香水了 以后昆杨成 每个佩戴香猪的女孩子 都会香气四溢的 叶嫌 你真的很有才华 嫂子 你千万别夸我 这也是你给我的灵感 我这个人一夸就容易骄傲 对了 嫂子 你善于鹤坏和刺绣 这个荷包的设计 你来帮我好不好 我去跟您说一声 就是以后得辛苦嫂子了 不辛苦 就怕帮不上你什么忙 不会的 人家出来 人家出来 各位 各位 先冷静一下 少完误造 少完误造 我相信老板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听见没有 给我们一个交代 让他出来 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出来 不就够了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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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够犯了你们这些 给我们一个说法 潘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好 你来了也行 我问你 我们给施加贡货 为什么不收货也不给钱呢 就是啊 对啊 还有我们提供包装 凭什么拒绝收货 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把所有的资金 全都押上去了 对啊 我辛辛苦苦 从山上运下来的鲜花 还没有清洗加贡 都烂掉了 这笔损失 谁来赔 谁啊 谁来赔啊 别跟说了 各位大哥 别急 我爹啊 现在确实不在 这样 大家请先回吧 让我帮大家问你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给诸位一个答复 好不好 让施肉贩出来说话 你说话能算数吗 你说话能算吗 诸位 他是我们施加的大少爷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好不好 大家请放心 我会尽快给大家答复的 有劳诸位大哥了 先回吧 好 我们就再给施加一次机会 如果你再不给我们 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这台生意 我们就不做了 对 不做了 不做了 先回吧 你们给我听着 要尽快给我个答复 否则 我们会再来的 诸位放心 谭长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滑稽里这单生意太大了 从资金到人员 都 都转不过来了 不行 得赶快通知我爹 来 月轩 走 看你今天打扮好精神啊 有吗 有啊 气色都好很多呢 那是多亏了海棠细心照顾 他呀 叫我出来多走动走动 看看这些绿色植物 对恢复脸跟心情都有好处 是啊 海棠很会照顾人的 是啊 他真的很用心地在为我治脸 放心吧 哥 我也会帮着海棠 努力给你治疗的 不过 我最近一直在担心 你说他现在是凭借着 同情心留在我身边 如果哪一天 我把脸治好了 就连他最基本的 同情心都没有了 你说他还会留在我身边吗 那如果 我是说如果 他要是离开了 怎么办 我根本就无法相信 大少爷 岳轩少爷 权叔 怎么了 施家的那批订单 出问题了 这不是好事吗 是啊 听说施家 因为这个大订单哪 资金跟人员 都周转不过来 现在那些供应商 正堵在他们家门口闹事呢 我爹知道了吗 应该知道了 一早就去了店铺 哥 我和全叔去看看 好 你去忙吧 来 是老板 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 谁在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 这样下去别说缴货了 连阻止生产 都呢 你怎么办 黄白板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想不到 这些个刁民居然这么能合作 情况这么样 他们愿意配合开工吗 他们都都说办不了了 那我怎么办 我得何一月怎么办 别急 黄白板 我爹 有办法 设施办法 他有什么办法呀 他要是有办法 就不会这么坐在这里 施老板 这个单子 我看你没有能力做 我还是去找别人合作吧 要不然造成的损失 谁也担不起 别别别走别走 小小事 别走啊 别别我 别走 爹 我现在给他追回来啊 行了 不用这样 就算把他追回来 能够解决问题吗 你给我去一趟朗家 想办法说服朗月轩和他爹 看看有没有办法 让他们全盘 接过我们的订单 或许 还能够挽回我们一些损失吧 不 爹 这方案本来就是我偷的 你现在让我找他们收拾烂摊子 他们能帮我吗 那就想办法动动你这个猪脑的呀 你跟朗月轩不是好兄弟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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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说了的 这个时候 你怎么做了 你怎么做了 哎 哎 哎 朗伯父好 月轩好 你们二位这么正中歧视地来 还真让我有点不适应啊 月轩 别在这儿取笑我们了 你知道我们来找你干吗 朗伯父 我错了 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们了 是的 朗老板 朗老爷 朗大救星 我是来求您出手 拉我这一把 这个胆子砸了 我可真没脸回去 整个库阳城以后的买卖 就算了 坐 华买办严重了 迪文他是无知小儿 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 生意场上 本来就是利益当头 何为对错 只不过这昆阳城的胭脂生意 不在乎大小 只在乎平衡 这种平衡一旦被破坏 无异于是杀鸡取卵 朗伯父 不瞒您说 因为这个订单太大了 分包合作 工序繁琐 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 可是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掌控的地步 每过一天都是在拖垮我们 资金紧缺 人员不够 现在我们施家已经没法正常运行了 迪文二 你爹最近身体还好吧 他 他正安抚工厂里的工人们呢 胖子 还真不是我说你 你说师伯父那么大岁数呢 还为了你的错误四处奔波呢 你这多让他老人家为难啊 对对对 你批评得对 宁月轩 我知道你还在怨我们 是我有错再现 都是我不好 这样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帮帮我们呗 是啊 朗老板 现在不是施行路一家的问题 是整个溃洋城燕汁业都混乱了 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当日你在商会里和施老板签订了合约 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认可 现在他把事情搞成一团乱马 我又何得何能收拾这个烂摊子啊 月轩 你那么有商业头脑 而且这个方案本来就是你想的 你肯定有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 月轩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你第二第三方案到底是什么 爹 这件事情啊 咱们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这单生意做不成 我想受影响的不止他们一家 我相信整个溃洋城的生意 都会受到影响 这以后啊 像这种大的生意 谁还会找溃洋城的商人合作 对对对 月轩说得极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现在合作的小商户怎么办呢 大家都怨声载道 搞不好还要闹事的 爹 我是这么想的 现在合作的商户呢 我们还继续合作 只不过在条例和规矩上 要细节化 还要有严格的监管和验收 让他们尽量的减少损失 但是产品的合格率 我们一定要保证 另外就是交货的时间 我认为我们应该另筹一笔资金 然后再从外面进一些原料 这样双管极下 两条退走路 想完成这笔订单 还是很有喜好 月轩你菜市最好的生意 合作货板 朗伯父 我替我爹向您赔个不是 我保证 以后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那好吧 华卖伯 我还有个要求 从今以后 我们朗家是昆阳唯一的供货商 迪文回去转告你父亲 前期你们已经生产的那些货物 要转给我们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赶完剩余订单后 估计才刚刚好赶上交货日期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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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祝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你 谢谢你月轩 快点走 快走 我们要赶紧去被交集 爹 恭喜啊 现在博弈高兴过早 你马上按照你刚才说的方案执行 切记不能出现差错 放心吧 我早准备好了 这件事 也算是赛翁势马 因火得福 最主要的 是给了十几周一个教训 爹你来了 小心 走 师伯父好 我是受家父之托 来交接这次的订单事宜的 叶玄啊 回去告诉你爹 这样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 伯父 瞧您这话说的 在生意上 咱们就应该多多互帮互助 对吧 这万一朗里纯以后有难了 你也得多帮帮我们呢 月轩 还有一批货需要你去检查 你检查一下 怎么还有一批货 来 来 这小学同学我的邀请 商会的那些老人家们也得邀请 还有谁啊 夏宇啊 您说 我问你啊 什么叫家大业大 钱多 买卖大 一提谁都知道 那咱们昆盈 有多少户这样的人家 崇东 嫖染作坊李沁和家 崇南卖芝麻的杨柳生 崇西饭粮食的王大兴 崇北大兴 帮我什么呢 爹 爹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 正好有事找你 来 坐下来 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啊 我想问你啊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有一天遇到了自己 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女人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她十拿九稳的搞到手 什么叫搞到手 这话多难听啊 你爹我呀 还是很注重情感的 你看家里那么多姨娘 哪一个不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你爹 我说的跟他们那种不一样 我说的那种 是让你朝思暮想 一见到面就走不动道那种 嗯 但是 她又总是距离于千里之外 对你爱打不理的 遇到这种情况 你怎么办 嗯 哪去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这打死了 人不就没了吗 留着不是更难受吗 爹 能不能严肃一点 你不是不知道 我最近在因为什么事情伤心啊 闺女啊 爹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已经尽力了 但事与愿违 无非是人家跟你对不上眼儿 又或是心有所属 与其为难自己 不如快刀斩乱麻 别枪崩了他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咱家又没外人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呗 有些事啊 一旦自己做了决定 就别给自己留退路 这退路 是将来留着给自己后悔用的 你爹就从来不给自己留退路 所以说当断你就得断 说的有道理 毕竟您活了这么久 当然经验比我多啊 实话就是不好听啊 爹 您别看我平常总跟你没大没小 其实我心里最尊敬的就是您了 你还跟爹客气呢 说 啥事 我想问你 这昆阳的报社的记者啊 社长什么的 您熟吗 那些人哪 我一叫一大把啊 怎么了 太好了 赶紧把他们介绍给我 我找他们有事 啥事啊 你看你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还跟我保密呢 行了 你赶紧去忙你的吧 好好好 我走了 莫黄小姐 这里是昆阳最达最有名的餐厅了 本身就是杨老板开的 这里的摆设 都是老板去各国游玩的时候 给逃回来的 另外 我们这里还有大提琴 您要想听什么音乐呀 都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给您点 他们也都可以演奏 您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那就定这儿吧 小玉啊 你跟着经理去把订金付了 是 这边请 这件你也可以试试 您白非常适合 好看吗 小姐 真好看 好看 现在进度怎么样了 麻烦你算一下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完成啊 照这个进度只会提前叫工 对了 还有啊 今天从实践运回来那批货 有时间你验一下 看看质量是不是合格 还有统计一下数量 好的 那我先去忙了 嗯 月轩 你怎么来了 有事啊 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走了 哎 我有东西要给你 我后天想举办一个聚会 我要邀请你来参加 这是景帖 什么聚会啊 哎呀 你到时候来了就知道了 你一定得来啊 我尽量吧 海棠 你一会儿陪我出去走走 好 海棠 你们最近总在忙什么呢 是不是接到大生意了 嗯 接了一个大订单 大家都在忙着赶工 还有几个工人 都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你现在名义上 还是少奶奶 很多事情没有必要轻离轻微 别让自己太累了 我没事 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 而且 忙这些该忙的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有价值了 你开心就好 怎么样 你看我今天的发型 还有这身衣服 好不好看 我专门请了设计师 为我高级定制的 真好看 其实今天 我是来给你和月轩送请柬的 请柬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要向月轩告白 现在我全都准备好了 我包下了全昆阳最大的咖啡厅 请了满城的名媛 见证我俩的爱情 莫华 你真的打算搞这么大的阵事向月轩告白吗 当然是真的了 情节我都发出去了 我请了同学朋友亲戚 还有全宽阳所有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都会当 我爹跟我说过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要么就别做 要做 就要做得轰轰烈烈 莫华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什么 万一玉轩 当那么多人的面 没答应你 你怎么办啊 她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莫华 哎呀 你疯了 海棠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月轩的感情 月轩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曾经我以为 我以为你们两个情投意合 我除了失去最心爱的人 还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当时我真的有想过去死的 现在好了 老天爷又给我一次重新追求月轩的机会 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好好把她 把握住 我一定要追到月轩的 海棠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得帮我 这回 月轩要是再拒绝我的话 我真的会去死 我说到做到 海棠我求求你了 只有你能帮我了 好不好 求求你了海棠 你说句话 我作业 都会寻找什么 準備不完 画东西 想知道该手 看你不平均 找我有事 我今天过来 是想跟你聊一下 莫化的事情 莫化 莫化怎么了 她最近在准备一个聚会 她给你的情节 你接收了吗 情节 我都忘了 对 我是收了 但是我没打算去 你不打算去 那你为什么要接收呢 她当时跑过来找我 我也没想太多 再说了 这两天工房很忙 我也没时间去 莫化为了这个聚会 花了很多的心思 所有的不景风格 全都是按照你的喜好 去布置的 如果你不去的话 她会很伤心的 不会的 我跟莫化从小到大 都是这么相处的 她不会多想的 可她从小到大都喜欢你 把你当成很重要的人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也喜欢她 她跟清清一样 都是我的妹妹 我也把她当作亲人一样 月轩 莫化这一次是认真的 她跟我说 她爱你 想要嫁给你 她还说一生一世都不想离开你 我跟莫化呢 只有兄妹情 没有儿女情 你觉得我会跟她结婚吗 可是莫化为了你都快失去理智了 我担心她做出什么傻事来 那我也不能欺骗她的感情吧 那你就能欺骗我的感情吗 她们把你的感情都在恋爱上 她是感情 她是个人 她是真的 她是个人 她是个人 她是个人